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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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是吃桃子比较安全 二是从桃子能辟邪引申出的含义 我们经常说 桃养人性伤人 李子树下买死人 这种说法并非空穴来风 在三种果实中 桃子确实是最安分守己的 桃子没有毒素 也不会引起过敏 因为富含维生素 对人体十分有益 中国古代有以形补形的说法 桃子长得像心形 古人认为对于心脏的养护很有作用 而且有药书说 桃子的医用价值很高 桃子还有一些象征性的含义 在不同的传说当中 桃子都有辟邪的功能 在明代作家冯梦龙的《三言二拍》中 很多神话故事都强调了 桃树可以制成驱鬼神器 还有说桃墓是仙墓 可以做成桃福镇宅等等 最神奇的一种说法是 桃墓有强大的辟邪能力 进而也能把这种能力 传递给吃桃子的人 桃子能延年一寿还能屈邪 这暗合了古人追求长生不老的理念 不过这其中做了多少充满想象和向往的脑补和演绎 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作者说 中国人对于水果的认识 要么是要有具体含义 要么就是能满足舌尖的诉求 而桃子毫无疑问是前者的代表 咱们再来看看荔枝 提起荔枝啊 您一定会想起那句诗 《义齐红尘妃子孝无人知识荔枝来》 书中写道 大唐强盛的国力之下 催生了众多唯美的故事 杨贵妃和唐明皇的千古柔情 一直都是快智人口的经典爱情 而义齐红尘再来的荔枝 更显示了唐玄宗李隆基 对杨贵妃的宠溺 但我想大家一定还特别关心一个问题 这荔枝怎么运来的呢 《日诞荔枝三百科不辞常作岭南人》 这句著名的诗句让大家猜想 杨贵妃所吃的荔枝 是不是从岭南来的 早在公元前1500年 岭南居民就已经开始种荔枝了 但荔枝也是世界上最娇气的水果 一日而色变 二日而香变 三日而未变 四五日外 香色味尽去矣 有人曾研究 从古代岭南运送立支到长安 太费劲了 广州到西安 现在的高速公路距离是1000多公里 而古代没有高速公路 路程要再增加几倍 数千公里的距离 唐代用马匹运输 就算换马不换人 也需要半个月 甚至是一个月以上才能到 所以如今也有一种说法 杨贵妃吃的荔枝 有一种可能是从四川原产地运来的 因为当时四川的气候可以种植荔枝 而从四川到西安的路程就比广州缩短了一大截 但即便荔枝产区就在四川北部 那也要翻越秦岭 还是需要长途跋涉的 如何在运输过程中保证荔枝不变质呢 今天我们已经习惯了 用泡沫箱冰块来包装生鲜 这些设备可以保证在运输的过程当中 果实保持新鲜 然而您想想 在没有这种条件的古代 又如何为杨贵妃送上新鲜的荔枝呢 有两种方法 书中写道 有一个保鲜方法就是用竹筒来装荔枝 把荔枝装在用刚砍下来的竹子做成的竹筒里 然后用泥或蜡密封起来进行保鲜 新鲜的竹筒含有一定的水分 可以为荔枝保湿 而竹子本身含有的天然义菌成分 也可以起到一定的防腐作用 所以这种方法是有一定的可行性的 考虑到秦岭战道的运输难度 为了进一步缩短 需要保鲜的距离和时间 工匠们会把挑选好的荔枝树 栽种在大木桶里精心地呵护 等到果实即将成熟的时候 这些荔枝树就会启程前往长安 到了需要翻阅秦岭的时候 荔枝刚好成熟 这个时候把荔枝采摘下来 封在竹筒当中 一日就可以送到长安 让杨贵妃尝到了新鲜甘甜的荔枝 您看看 这就是民间的智慧 唐明皇为了让杨贵妃吃上新鲜荔枝 真是耗费了无数工匠的心血 不过这也为远距离运输提供了方式方法 到了宋代的时候荔枝的运输又有了新的方法 那就是身加工 不过这样会丧失荔枝原本的味道 但对那些对荔枝充满了幻想的偏远地区的人们来说 也可以聊以慰藉 当下最时令的水果应该是石榴 我们来看这张图 这是南宋鲁宗贵画的吉祥多子图 其中的水果就有石榴 石榴的原产地是伊朗和巴尔干半岛 张谦出使西域的时候 把石榴带回都城长安 后来在我国南北各地都有广泛的栽培 作为一个外来品种 石榴为什么会在中国被接纳呢 其实中国人钟爱石榴是和石榴的特殊构造有关系 第一 因为石榴的果形圆圆的 较为完整 象征着兴旺和团圆 再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石榴果的种子非常多 这非常符合中国子孙满堂 多子多福的美好寓意 有趣的是 在西方传说中 石榴通常与一些邪恶和阴谋捆绑在一块 这当然是文化差异 其实中秋节常吃的一些水果 也被赋予了特殊的意义 比如柚子 圆圆的它象征着团圆 柚子的柚子这发音还和保佑的柚同音 而红红的柿子就像一串串红灯笼 代表着吉祥如意的 自古以来被赋予各种美好寓意的那些水果 承载的其实是我们先辈的各种期许 它已经早已融入了我们的民族血液 如今 在我们品尝它们的滋味时 别忘了 我们吃进去的其实是文化的味道 悠久 绵长 富有 中果特色 好 感谢您收看本期节目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